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听酒吧讲堂 我是洪振宇 跟着节气过生活 我们聊一聊几个节气 立东 小雪 大雪 农志 就是几个冬天的节气 那也会跟大家聊聊 在这个秋冬交界的时候 我们的饮食生活还有去那里玩比较好 那我们才刚过完双酱 双酱大家会不会觉得很熟悉啊 双酱就是我们去火锅店吃的那个食物 双酱 牛肉或是猪肉 其实双酱这个节气 它是我们刚过嘛 10月24号 但是双酱它不是从天而降 它其实它是跟我们 双酱前面一个节气是 寒露 白露 它其实就是气温降低之后 我们的水气 在清晨的时候温度最低 所以它会凝结成霜 它绝对不是从天而降 它是 就是一种你看这个我们的露珠啊 所以我们的白露跟寒露是露水 那双酱可能是当时它在植物上的露水 都已经凝结 白茫茫一片 但是这个景色其实现在 因为地球能化其实很难看到 我有一次去内湖的时候 遇到一个农夫啊 他说他小时候 真的双酱时节 真的就有双酱 因为内湖比较高 所以他可以看到那个 那个草上面的那一层白白的 真的都已经结霜了 那表示它的气温真的是很低 那通常我们是说双酱之后啊 台风就应该不会来了 因为双酱已经是十月 已经十月下旬了 可是啊 有一次啊 像我们前阵子台风也来嘛 那有一个台风 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 2010年有一个霉基台风 霉花的霉 就是腰基的基 它没有经过台湾 它是在台湾的外围 它是在宜兰那个地方 可是因为下雨下非常的大 它下了大概四天 结果大陆的游览车翻车 那个很严重 因为它整个下雨非常的强烈 它已经打破当时苏澳 那个气象战的降雨记录 而且它的雨量也是大概史上 台湾史上排名前三 当时它其实从巴士海峡经过 它只是因为外围环流 加上我们现在东北季风 它产生那么大的效应 所以其实我们这时候还是要小心我们气候的变化 其实还是蛮严重的 另外我们双向过来 我们现在马上就要迎接立东 立东大家都马上想到立东要补冬 那要补什么 可是立东其实天气很热 立东我们看一下台湾的气候 立东北部当然比较凉 可是你看看北部最高温度可以到24度 然后它降雨几率蛮高 大概有五成是降雨 可是你回到中南部 中部的最高温度到27 南部也是 然后低温的话 南部还在20度以上 可是降雨几率很低 所以这时候啊 不要以为立东真的过冬 因为节气它是从中国大陆黄河流域制定而成的 所以它是根据黄河流域 那个中国北方的气候去定出24个节气 那台湾的纬度是在北约23.5度左右 所以它的位置啊 如果这时候立东在中国北方应该真的是很冷了 可是在台湾不是 台湾大概要等到一个月后 一个月后是什么时候 大概就要到小雪 你大概在小雪大雪的时候还真的很冷 小雪还好 小雪会比较凉 但是到大雪 大雪是12月初了 大雪是12月7号今年 那时候就有封面来了 那真正的寒流会来会是在 今年冬至12月22号左右前后 如果大家记得 冬至前后一定会有寒流 通常那个寒流是一波一波的嘛 所以真正的冬天啊 我们台湾真的比中国大陆晚一个多月 所以立东啊 基本上还是昼夜温差比较大 然后中南部还是蛮热的 因为我们的中央山脉 我们最近聊到中央山脉就是护国深山 东北季风吹不过中央山脉 所以北部的话 冬天气候就比较明显 中南部还是还很早 那立东 补冬我们应该要吃什么 这时候大家就关心 那立东的立啊 就像我们立春立夏立秋立冬 立其实就是我们传统中国人说的 准备啊 准备要过冬了 这个时候从农人来说 你的那个农具要赶快收好了 因为其实冬长嘛 这时候大概都已经 到美洲已经收割差不多了 最后一起应该都收了 所以我们这时候要准备要打鼓 把我们的传统的粮食要准备好 因为要过一个很冷的冬天 要过冬 所以我们他就会提醒我们 这时候要做什么 那在台湾啊 立东补冬啊 中国人喜欢补 台湾人也很喜欢补 那立东补冬补什么 那我去查过以前传统的 台湾的饮食的资料啊 像那个桂园 就是我们的龙眼去熏过 桂园米糕 羊肉炉 麻油鸡 这个时候一定都是出来了 姜母鸭 这就是很扭习的 补冬 这时候开始在补了 可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现在补还蛮热的 所以那个补啊 不要太早 火气太旺 就是温补 简单就好了 那我记得当时我在看 以前在 曼嘎那个地方 很有钱嘛 当时曼嘎那边有钱人 他是用鸡鸭去蹲 四五八整 去蹲 他们要来进补 那穷人吃不到东西 穷人只能闻那个 武东的味道 那所以穷人怎么办呢 穷人还是有他的法宝 他就是用的桂园米糕 就是桂园加米酒 再加糯米去蒸的桂园米糕 帮小孩补身体 俗称啊 国语叫做穷人补 就是穷人补 就是用桂园米糕 那以前有钱人就是 补 就是补 就是补事物啊 姜母鸭这种东西 但是现在我们当然 什么都可以吃了 那力动是吃这个 可是小雪呢 小雪其实已经是在 今年的11月22号之后了 那小雪真的开始 气候真的明显的比较冷 那小雪应该要注意什么呢 小雪啊 如果我们回到农历啊 农历小雪 大概今年的小雪 在农历大概十月中旬之后 那我们传统啊 传统我们在台湾农村会 十月中旬 大概十月十五左右 我们会办一个平安戏 戏曲的戏 就是谢平安 谢谢什么 谢谢 因为我们这时候都已经 农事工作都已经结束了 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办 这时候应该就要谢谢说 老天赐予我们 这一年还蛮好的收成 所以我们要谢谢 保佑我们的生命 那所以在村落啊 我记得每一个村落 都会有办谢平安哦 谢平安要办什么 就演歌仔戏 布袋戏 谢谢生命 那要拜什么 这个就重点又来 共平有什么 昂姑贵 都是红的哦 昂姑贵啊 红汤圆 寿面 蔬菜 那客家人会俗称啊 十月半 农历十月半的 谢平安叫做圆福 就是圆满的圆 福气的福 他就用昂姑贵 我们客家人叫红板 板条的板 去拜天宫 象征 长寿吉祥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圆圆的东西 又是红的 是很喜气的 所以谢平安这个时候啊 我记得 我以前时尚的时候 他们都会有办这个活动 晚上甚至会有 还有绕镜的活动 放鞭炮 很丰富 很精彩 小雪如果来看 小雪已经快要 已经冬天快到了 所以小雪会有一个谢平安 但是大雪呢 大雪要注意什么 大雪其实现在啊 风面已经来了 就是一波一波的 东北季风从西伯利亚 一路吹到台湾 所以冬天真的到 而且北部当然 早就很明显 那中南部 因为风真的很强了 所以大概是在大雪之后啊 气候就会变化的 真的比较冷一点点 像北部就这阵子 降最低温到15度 那南部的话 最低温到14 可是中南部哦 高温才会到24哦 就是一波一波 所以这是我们穿衣服啊 建议大家 真的是洋葱式的穿法 北部真的很明显 但是如果去中南部 旅行去玩啊 就是建议 因为昼夜温差真的很大 那有一个鼠燕哦 大雪大道 小雪小道 就是道来的道 那是什么 那就是讲我们 冬天最期待的乌雨啊 乌雨就是从长江口 游出那个渔苗 它会因为 有个中国大陆沿岸流 它慢慢的往 从北往南 这股冷的洋流下来 所以 雨要为了要过冬 它往南方游动 所以它就开始顺着 这个洋流来 来到从淡水 沿着淡水外围 一直游游 游到台中 入港 到高雄 到屏东 最后它会在 俄兰比 就是台湾对南端那边 在回游 那台湾这个时候啊 就是每年最重要的 这种头戏 就是要补野生的乌雨 那小雪这个时候 已经有一小批了 大雪 大道 就是大雪这一批 来最多 所以就是要补乌雨 那整个西部沿海 就是每一年 在这个时候 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现在补野生乌雨 量越来越少 因为气候变化 还有很多烂补 所以我们乌雨 很多是用养殖的 但是野生跟养殖的 差别还是不太一样 所以这时候啊 我们传统以前啊 记得哦 有渔民跟我讲 以前是抓一万只乌雨的话 他们就会差国旗 一只国旗代表一万只 十只代表十万只 所以当时那个景象 是非常热闹的 那只是现在的这个 机会越来越少了 那可能量都非常少 而且每年的数量 是不太一样的 那冬天其实也是 冬天的话 虱目鱼我们也喜欢吃 但是冬天 虱目鱼最怕冷 所以啊 在台南沿海 那个旗鼓他们养的 虱目鱼 冬天就是要过冬了 那冬天的虱目鱼 最多的地方在哪 会是在屏东 因为屏东养殖啊 在那个旗鼓沿海的是 海水跟地下水混养 所以它的那个 鱼池比较低 所以鱼要过冬啊 不够 所以他们通天通常 台南这边的 虱目鱼就变少了 甚至就是不补了 那这时候比较晚 开始养虱目鱼呢 屏东高雄比较厉害 它的那个 虱目鱼的鱼温啊 纯粹地下水去养 它最高可以到三层楼 那么深哦 所以冬天的鱼 是可以往下躲 因为水面下的温度 其实比水面上高 所以冬天 他们是可以 躲避着寒流的 那所以我们冬天 吃到的虱目鱼呢 大概就是 从屏东跟高雄养的 那刚才讲虱目鱼 我们回到讲乌鱼啊 乌鱼就冬天才有 虱目鱼是一年 四季都有嘛 乌鱼真的只有冬天 那我们通常会讲 小雪小道 大雪大道 大雪这个时候最冷 那乌鱼有两种 一个我们当然 把它器官摘除 我们就吃它的乱草 就是乌鱼籽啦 可是那个乌鱼籽 被掏空之后的乌鱼 我们叫乌鱼壳啊 它要怎么办 它价值当然不高啊 可是其实 它还是很好吃的 我们通常会煮米粉 我们会加什么 我们就会加 冬天才盛产的蒜苗 就是青蒜 就是蒜头上面那一节 青蒜 那蒜苗这个特别甜 所以乌鱼蒜很有名 就是乌鱼配蒜苗 这个是大雪 大到小去小到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大家会期待的食物 但是我们又聊到 大雪结束之后 又是到冬至啊 冬至12月22号 我们一般都会记得是 12月24号的圣诞节 都不太会记得 原来冬至更重要 冬至其实是一个 很传统的 中国的一个 仅次于过年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日子 其实中国人最重视 两个节气 刚好那个节气跟假期 是连在一起的 很妙 那个一个就是清明 4月4号 一个就是冬至 12月20几 23 21 由于每一年会稍微不太一样 那冬至要做什么 我们一般就说 冬至吃汤圆啊 还有冬至那边很冷 所以要团圆 可是其实吃汤圆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为了要团圆 因为中国人 很重视圆满 那所以你看哦 元宵要吃汤圆 吃圆的 还有以前我们现在知道 半年圆 就是农历6月30号 要吃半年圆 那一年要结束 是冬至 也要吃汤圆 我们刚讲到 那个谢平安 农历10月下旬 也要吃汤圆 所以圆这件事情 红色上面很重要 可是为什么 冬至要吃汤圆 冬至很特别 它其实这一天 太阳会射在南回归线 所以在北半球 我们来说 我们住在北半球 我们那天的白天 是最短的 晚上非常长 在冬至这一天 到了一个极点 就像夏至相反 夏季是白天 那天最长 晚上最短 可是很妙 这一天之后 白天慢慢变长 晚上慢慢缩短 虽然黑夜 还是比白天长 可是对 古代人来说 它代表就是一个 黎明前的黑暗 代表我们白天 慢慢地增加了 所以它代表 是一个希望之年 因为在周朝 冬至是元旦 只是到秦朝之后 整个换过了 所以以前 冬至这一天很重要 冬至这个时候 是需要 以前我记得 都要放假的 所以冬至 有小过年的意思 冬至大如年 那记得在北宋 冬至这一天 都还要祭天 希望风调雨顺 所以冬至这一天 其实不只是 就要吃汤圆 它其实在传统 中国的文化意涵上 它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当然在台湾 因为台湾特色 就是冬至这个时候 会有乌鱼 所以台湾跟中国大力比 台湾又多了一个 鱼货或产业的 一个重要的特色 那只是说 冬至来了之后 要记得 冬至前后 通常冷气团就到了 所以冬至代表 就是一个 非常冷冬的开始 冬至再来就是小寒 代表就是寒冷的 很严重 大寒就是更冷更冷 所以我们等于 过完冬至小寒大寒之后 当然冬天还没有结束 我们以为这立春 立春还是很冷 立春只是 跟我们刚刚聊到立冬一样 准备迎接春天了 所以立春的时候 我们农具又要再拿出来 整理整理 准备要在雨水 节气的时候 准备要下田了 所以其实 节气这件事情 我们要从农业社会来思考 它是跟着农人的生活 在移动的 只是我们现在回到的是 比较是城市的社会 还不太了解 原来节气 除了双降跟吃有关 其实每个节气 都跟吃有关 除了吃什么以外 它还是跟着生活 调整有关 那时候我们要关心的 可能是我们北部以外的 中南部的农村 这个时候它到底在 过什么生活 比较重要 这是我们今天聊到一个 大概的节气的生活 稍待半课 广告过后再回来 酒吧讲堂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酒吧讲堂的节目现场 我是洪振宇 跟着节气过生活 但是我们这一段谈的就 已经是这个秋冬季节 我们应该去玩什么 那我刚好就是从暑假开始 应该是从六月开始 我开始在规划一个 大家都不知道的地方 我们的气质 舒华小姐都不知道 我们要去双溪 她以为双溪是平溪的 一个附属的地方 那双溪是什么 很妙 我先稍微讲一下 因为我最近规划是个旅行 大概做了四个月的 我们叫做田野调查 就是访谈观察 了解这个地方的物产 人情 物事 社区 才把它规划一个行程 那我规划了一个 两天一夜的 再规划个一天的 那我规划一天有三种行程 因为我希望可以让 地方的朋友 社区业者 他可以有不同的产品线 让他们以后在对外宣传的时候 外地人来玩 比较知道说双溪 除了坐火车来这边之外 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甚至这个行程推出之后 因为我有媒体朋友有报导 因为我有带媒体团 又带了一个彩线团 因为我要让业者能够比较了解 这个行程之间怎么运作 还有他们的工作流程 品质 解说有没有到位 所以要不同的实验性的人来体验 然后媒体登出来之后 听说很多双溪人 他们还有社团 都会把这个文章转贴说 这个地方是在哪里 我们怎么双溪人都不知道 那双溪人都不知道的地方 到底是什么 那我们就先来聊一下双溪 如果大家坐火车 我们常常会经过瑞芳 因为瑞芳下火车 我们可以换车去平溪 玩天灯嘛 还可以从瑞芳转车 去九份或是金瓜石 那瑞芳的下一站 我们可能会到侯洞啊 这些侯洞很有名嘛 侯洞过去之后有个牡丹哦 牡丹这个车站很特别 牡丹车站很小 因为它刚好就是那个峡谷当中 它很小 牡丹过去就是双溪 然后啊双溪再过去啊 就是福隆了 当然再过去就是贡寮 贡寮过去就是宜兰了 所以很多人会到宜兰 有很多人会到福隆 但是双溪都只是经过 而错过的地方哦 那双溪有什么特色哦 我先讲一下 双溪是东北 我们东北角 唯一没有靠海的地方哦 那双溪的出海口 双溪是两条溪 会流的 一个叫平陵溪 平凡的平 不是平陵那个平 跟牡丹溪 两个溪流交汇 双溪基本上有非常多的溪流 因为它是在山里面 它是一个平原 又有山 所以它是有很多山中的水源 支源 以前那边非常多的梯田 还有一个是煤矿 甚至有一点点金矿 但金矿后来金瓜石九份最有名 所以它以煤矿为主 那双溪的溪流出海口在哪 就在福隆 如果大家去福隆 福隆它有一个龙门沙滩 就是一个像黄金沙滩一样 那边的出海口就双溪 一直沿着山下来之后 从那边出海 但是它是浅流 因为它有个沙洲 那个沙滩基本上是一个沙洲 所以它的吸水出去 是浅流下去的 好 这就是我们一般知道的双溪 因为他们没有去过 那双溪我以前知道的 比较有趣的是 听说他们很多 阿公阿嬷 早上就会在双溪火车站前面 摆澡市 因为他们都是小农 就是把自己家里 都出来的食物物产才搬出来 那就是这是他们一个生活作息 而且我也听说 有很多人跑去双溪买菜 所以我当时觉得超特别的 所以我第一次去双溪的时候 我一出来我真的吓一跳 我那时候第一天当然去 就已经快要结束 我第二天早上 我七点就到了双溪火车站 双溪火车站那条 前面那条路叫做朝阳路 朝阳路我觉得它应该是全台湾 也许是全世界最短的一条路 朝阳街 那条街最长不到一百公尺 好 就这样了 就结束了 可是这一百公尺 我觉得它早上从六点到八点多 是单位人口最多的地方 为什么 因为小小的一百公尺 两旁 我估计有四个猪肉摊 好 四个猪肉摊 然后几个鸡肉摊 再来就一堆的小农 卖着当令的蔬菜 他们就坐在那里 他们会拿个小板凳 如果天气太热 它就有一个遮阳棚 然后有很多阿公 坐在那边聊天 然后比如说最近有地瓜 有山药 然后有 前阵的是有 有那个绿竹笋 夏天有绿竹笋 现在秋冬就是山药 然后还有那个脚牌笋 地瓜 那有时候有葱 有猪葱 猪葱啊 小小的 它也是双溪这边的物产 因为双溪基本上 它有平原跟高山 所以双溪啊 它可跟踪面积 其实不多 那双溪最有名的 现在最有名就是山药 那我讲一个 我记得上次节目有聊到 我还是聊一下山药好了 山药很有趣 山药啊 它不是牛磅 牛磅是直的 山药是卷曲的 那大家知道山药 是怎么种的吗 当然山药 野生的山药啊 以前在双溪人啊 他们习惯会去 去到整个山上 因为整个山 东北角的山头啊 它就把双溪 浮龙 这几个地方连在一起 所以他们常常会去挖野生山药 就带一个铲子 因为山药是往地下长 它可以长到 五十公分到一公尺多 都有可能 就是你要往下挖 所以你要常常拿那个铲子去敲啊 去堵那个土 泥土去找 但是 这是野生山药很贵哦 那我记得我一个朋友 他就是在双溪火车站 双溪很有名 也很好吃的 一个叫鱼家早餐店 它是卖中式早餐的 那个二代啊 叫鱼饼人 阿仁 叫他阿仁好了 他很壮哦 戴个眼镜 然后他都穿着背心 然后绑着一个围裙 很壮很壮 个性非常好 他是念美工的 那他就是 工作压力很大 因为他要供应很多 双溪的学校的饭团 所以饭团是基本上巨无霸 非常大非常大 跟他人很像 又很豪迈 所以他每天很早就要工作 压力大 到中午的时候啊 他就会 跑去 输压 他去做什么 他之前都跑去挖野生的山药 然后有一次啊 朋友跟他说 因为遇到虎头风 就要假装 他说 躺在地上装死就对了 所以有一次遇到虎头风啊 他就躺在地上装死 就被虎头风咬到满了个头 都是包啊 你说虎头风咬其实很危险 是有生命之危险 结果他 因为他一个人骑着摩托车在山里面 他说万一他昏倒 就不会有人知道他在哪里 所以他勉强爬起来 骑着摩托车 回到他家 因为他家刚好就在 摩托车在前面 接着他就跑去卫生所 找医生 医生看到他吓坏了 赶快就是帮他冰服 帮他把那个虎头风的针给拔掉 然后消毒 就隔天他还是继续卖早餐 就隔天一去 大家说 头肩多人啊 因为他的脸肿起来像个猪头一样 就没有人相信说老板怎么换人 他就说他就笨睁的眼睛在那边卖早餐 结果他卖完还抓住他头 还发现 虎头风的针还刺在他头上 有一根没有被医生清除掉 他后来跑去跟医生抗议 好 这是野生山药 那我就认识一个大哥姓曾 他也在种山药 他种的是有机的 他当然帮我去看 他的田好多好多 各个地方都有 他说因为啊 你看种山药 山药往下长 你挖起来很容易断掉 所以山药 很聪明的农人会怎么做 就是用那个塑胶管 把山药种子放在平放 然后插在土里面平放 那这样山药就沿着塑胶管长 平着长 所以他的土不用挖很深 那等到长大 山药大概要种八个月 八个月 然后你就把它抽出来 就是你把那个 用那个管子从地图拉出来 山药就出来 这样也不容易断 你比较好卖 卖相比较好 所以山药是这样 那那个曾大哥他的山药 他说山药有一千多个品种 那他选的是 比较是东北角 基隆这边的品种 他的山药真的很好吃 怎么说 很简单 加排骨 加点盐去熬 很好吃 他的山药不会松掉 就是还是QQ的 甚至山药 我那天去 连鱼饼人 就是刚讲的老板 早餐店的老板 他也在种山药 那后来再也不去挖野生 因为太危险了 也不去打工 所以他就开始自己种一个 他就做一个开心农场 自己中午输鸭 他就开始种有机的蔬菜 他也种山药 所以我那天去拜访他 他正在店门口在弄山药 洗干净把皮给削掉之后 直接切给我吃 就软软的 很像冰淇淋 脆脆的很好吃 生吃也很好吃 所以双溪其实最有名的 是山药 那双溪因为他又不靠海 他又没有海产 然后他的金矿 因为金矿少 又不如像九份金瓜石 那平溪以前也是没狂 可是平溪是因为天灯这个故事 让平溪起来 那双溪有什么故事 双溪基本上没什么故事 所以我一开始去也是有点疑惑 但是我后来发现了 最有趣的就是 他火车站出来 进了这么多早市 所以我觉得双溪最有名的 除了山药以外 还有一个是很厉害的 就是猪肉 猪肉是什么好讲的 它是黑猪肉 那我跟大家分享 什么是黑猪白猪 因为黑猪是吃收水的 它长比较慢 它养大大概要八个月到一年 才比较大比较扎实 那白猪 白猪就是吃飼料的 吃飼料的白猪 四个月之后就很大了 那黑猪比较Q 比较扎实 可是它要养比较久 所以要成本高 所以我们现在其他部分 都吃的是白猪 那黑猪怎么辨别 黑猪的体是黑色的 然后双溪的肉摊 它都会让黑猪的黑毛出现 因为白猪就是白的 黑猪是黑毛是黑的 所以它有些猪皮 会故意留下黑猪毛 让你看看 这就是黑猪 所以我那天八点去 那个有一滩 围满了 满满的 阿上门 就是要抢黑猪 十点就卖光了 为什么 可是为什么双溪黑猪那么多 因为双溪传统来说 它是一个乡下 你看它虽然是新北市 但是它是一个很乡下 传统的地方 以前在乡下都是吃 猪肉都是吃黑猪 很少吃白猪的 所以你吃习惯黑猪 你去吃白猪 味道是差很多的 口感也不一样 所以它们连面摊都是卖黑猪 因为它们已经习惯吃黑猪了 所以基本上 这整个的双溪猪肉摊 其实市场以外 还有别的市场 算一算大概有八九摊猪肉摊 都是卖黑猪 各有各的 的那个 来源就对了 所以双溪黑猪很有名 后来变得很多 很多人都专程去跑去双溪买猪肉 这个很有趣 还有它那个 有一家猪头皮也很厉害 它就有六日才在卖 听说它卖八十张 就是猪头皮 八十头的猪头皮 六日就把它卖光了 所以它平日卖鸡 假日卖猪头皮 烟熏的非常好吃 好 那一讲到黑猪好了 那就再多讲一点 黑猪我的旅行啊 我就是拜访很多店家嘛 但黑猪传统他们很会煮就是卤猪脚 皮很Q 所以很好吃 卤猪脚 那还有什么 附近有一家 我蛮喜欢的 他们是三个姐妹开的咖啡店 Slow Slow 英文叫Slow Slow咖啡 他们做的是黑猪汉堡 他们其实是咖啡为主 但是他们很会料理 在地食材 所以他会用在地的香菇跟黑猪 去做成汉堡 他们自己做面包 那很好吃 他的点 所以我们现在假设我们是逛完市场 市场 然后去看看早餐店 早餐店隔壁也有一家黑猪摊 我那天遇到那个阿伯啊 我刚才已经七十几岁了 那我问他 他说他第三代了 他已经卖六十年了 我天啊 太厉害了 那他们家起码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是在卖猪肉 然后他们家有名的是他的 用猪肉跟芋头做的鸡卷 鸡卷蛋没有鸡啦 给更啦 就是用猪的长馍去包 猪肉包芋头 也是很好吃 所以如果你这样一路逛啊 你出了看一看 还有一个 他那个早市啊 还有卖一种叫做鸡鸡 就很难讲 他就是用再来米 加黑糖 砂糖 黑糖 去做出来的柜 甜甜的 因为这边呢 因为很传统 他们常常会拜 拜神明 所以他们会用很多柜 去拜拜 所以这边也有这个摊子 当然也有很多小农 那如果礼拜天来逛啊 更有趣哦 礼拜天的店家又换了 我那天去看了 那个是一个先生哦 他们很会炸天妇罗 还有做鱼丸 然后啊 我就看到 你只要看到满满的一群人 就知道往那边走就对啦 大家都等到那边炸 就是还帮他炸 因为炸完之后 他一捞上来 大家开始抢 然后要称重 所以很多人会 抢来抢去 那我们也会跟着抢 因为看到人多就跟着抢嘛 然后他会请我们 看到我们外地人 他请我们吃鱼丸 但是老板呢 他是从戏子来的 他是轮流来这边的 所以逛市场啊 你一滩一滩逛啊 都跟地方的阿公阿嬷 交关交流啊 你会得到很多 地方的知识哦 就是很有趣 因为都是小农嘛 那这样逛一逛 找是 走出去 再走一走啊 又会遇到一个打铁铺 也很特别 双溪还有一个打铁铺 阿伯叫阿茂伯 他已经做了60年打铁铺了 因为以前双溪就是一个交通重镇 所以很多人会在那边做贸易 所以打铁 你看有买猪肉嘛 所以就有人带农具来这边修理打铁 打铁铺在过去呢 有一家海山铛店 好老 他的扛棒非常的老 那是很老的饼店 他当然就卖传统的糕餅 但是他现在很有名的是 他卖的是海绵蛋糕 很有名 然后可爱的是二代都接班了 他们还用邻近供洋的 梯田的米 无毒的米 去做成米香 他在支持小农在做 所以你这样走一走走 走啊 很好玩 然后因为双溪有很多桥嘛 你就可以看到 溪水有很多人在钓鱼 那那个地方 那个溪 就是绕着双溪车站的溪 就是平陵溪跟牡灯溪 就在钓鱼 那他那边也有老的老宅 也有很老很老的中药行 老板都还在那边在做中药哦 所以整个双溪的市场 从老街跟早市跟摊子 穿在洗 其实双溪基本上 用走的就可以玩一个 善舞很有趣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您所收听的是 酒吧新闻台 酒吧讲堂 我是洪振宇 欢迎回到 酒吧新闻台 酒吧讲堂的节目现场 我是洪振宇 洪主餐桌小旅行 我们带大家去秋天的双溪 双溪在哪 双溪就在 贡寮 福龙 跟瑞芳的中间 过了牡丹车站 就是双溪 但基本上 牡丹也是双溪的一部分 那刚刚聊到 就只是市场 黑猪肉 山药 早餐店 打铁铺 这么简单 我们接下来的场景 我们换 走远一点 双溪 拉远一点 我们会知道 双溪还不一样 双溪基本上 有五个 吴家兄弟 因为双溪 很多人姓吴 他们是张州人 就是跟着吴沙 一起来开墾 因为吴沙 去了宜兰 但是很多人 可能留在双溪 留在贡寮 所以这边姓吴的很多 他们都是退休的 除了第五个小弟弟 已经五十几岁 还在上班 其他人都退休 退休之后 他们回到老家 他们在太平里 泰是泰国的泰 太平里 太平里这个地方 基本上就占了 双溪面积的一半 它整个座都是山 太平里有什么 他们当然 以前这边产 断木香菇 产香菇的地方 然后它这边 又是翡翠水库的上游 所以这个地方 是基本上 不可以有农药的 它是一个 水源保护区很重要 所以双溪 是一个很重要的 物产的地方 因为它基本上 没有太多的农药 因为地方小 然后它很多地方 是水源保护区 所以它是 是一个很好的 所以我认识很多 是民宿朋友 他们不是在地人 都退休 来这边过日子 顺便开民宿 那我们沿路走上 太平 我们会先看到一个 很特别叫 城市商店 沿路上可以看到 往山上走 就商店都没有人 在卖什么 卖地瓜 卖笋子 卖仙草 卖鸡蛋 卖南瓜 卖冬瓜 甚至腌冬瓜也卖 所以你下次可以去 它就写价钱嘛 你就可以去买 可是有时候 你常会发现 就有人 阿伯阿伯就出现了 我就跟他开玩笑 说你们是不是装 劫视器啊 我们一出来 你就跟着出去 他说没啦 他们其实他们家 就在附近啦 或是农田在旁边 所以你会看到 很多的小物产 像我常常就会买 上次买了他的葱 买一些食物 这个很有趣 你就会买一些东西 但沿路上你会发现 有个交通标志 上面出现一种 胖胖的 像鹿又不像鹿 又有点像狗的动物 它就是三腔 野生保育动物 叫三腔 小心三腔 可是因为三腔 其实小只小只的 可是它看起来 画起来比较胖 很可爱 所以这边可以照个像 其实我带大家去 我的朋友家 就是吴家兄弟 他们退休之后 就在那边 种少量的断木香菇 因为以前只能做太平 因为太平 东北季风迎风面 所以它湿度比较强 然后就因为温差很大 冬天的香菇 冬菇 最适合在这种气候 有雨丝 温差大 低温 15度左右 所以香菇会长得特别肥 我那时候去他那边拜访 他的香菇 因为它不是太空包 它就是木头 种菌丝之后 会长出香菇 竟然比一个小孩子 脸还要大 那个香菇 因为香菇真的不是 像个帽子 它会尽量让它长到 一个散开来之后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 哇好开心 我们就会带孩子 采香菇 采香菇之后 我们就在那边用餐 香菇鸡汤 炸香菇 炒香菇 他们一个做超阿贵 里面还包香菇 说太厉害了 他们就为了要迎接大家 为了这个行程 他们就把左林右舍 姐姐妹妹 全部找来一起帮忙 很开心 因为他觉得接待大家 是很有趣的事情 他们都好开心 而且我觉得他们 好可爱 好真诚 这些兄弟们 那这是一个太平 那我们去另外一个 物产比较不丰富的地方 比较没有那么远 它叫做 甘嬷咖 甘角 甘就是甘嬷的甘 角就是角 它那边有个叫 甘林国小 很有名 林是双木林 不要想歪了 甘林国小 这国小 在过去民国 五十年到六十几年 煤矿盛行 兴盛的时候 这国小有两千个人 学生 因为人太多 所以他们还分 上午班跟下午班 这个地方 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 很多外来移民来这边 开煤矿的地方 那当时人 听说大概有 好几万人 人口 因为大概有七八千的 大概五六千的矿工 那他的家户多嘛 所以人很多 可是现在呢 甘林国小 整个学校就有十六个人 去年听说还没有 新生 从两千到十六 为什么 因为后来煤矿 封闭了 而且煤矿很多矿灾 所以后来这边封闭之后 人口慢慢外移 所以就剩下谁 剩下孤儿寡木 因为通常做煤矿 细肺病 所以很多男性都 很早就过世了 那剩下太太 所以我这边认识 很多八十岁的阿嬷 他们的生命任性 非常的强 那我去啊 常看他们在晒 补袜 就是他们会把 剖开晒补袜 他们很会腌各种的东西 比如说腌苦瓜 腌酱瓜 那很和乐 因为我觉得他们 连劳动习惯了 还会爬树哦 所以我觉得很感动 然后他们也有一些 导览行程 也有做餐 只是他们没有 那么有系统化 所以我就跟他们 讨论出来之后 想要让大家认识 不一样的双息 所以我跟他讨论出了 这个矿坑社区的 独特的风味餐 八十岁阿嬷 带你走矿坑路线 带你去看看 以前的矿坑的样子 还可以看得到哦 接着还有一种体验 他们有一种 特别的美食啊 好 我先聊 他们也有推出嘛 他会用烟冬瓜 或是一般的冬瓜去卤完 把咸猪肉 就是黑猪肉 咸猪肉去铺着 一片这样吃 还有一个也是 我特别请他们 要做的汤 一个叫蛋肠 他们传统 以前乡下会做的 拌桌菜 蛋肠就是 猪肠里面塞蛋 之后他一煮就 捧起来 就是很可爱 金黄色金黄色的肠子 还有一种叫肠中肠 就是猪的小肠 一直塞 一直塞 塞了十几层之后 切块 所以就一卷一卷 就是看起来就是猪肠 可是它其实是 有层次的 十几层 我就特别提 他们要做的 当然还有他们的野菜 还有现在 刚好是野姜花季节 还有野姜花煎蛋 也是非常好吃 光是野姜花 一早去采完 洗干净 葱茶 也很好喝 很香 就是这些菜 然后啊 他带我们导览 有趣的是 也是跟他们讨论说 他们有什么特别食物 他就讲不出来 后来说了 他们以前在庙会的时候 会吃点心 叫 酥鸟 酥 酥皮的酥 水饺的饺 不是赌博 不是肉饺 酥饺 那是很 就是咸酥鸡的酥 他就是用 面粉 加 加鸡蛋 擀出来的面皮 这是水瓶 另外一个种就是 有猪油去炸 之后 再去加水 做出来像这油皮 面皮跟油皮 去包裹起来 然后 擀出来之后 去包红豆 或是包绿豆 包的时候 要很扎实 一层一层包 不是像小红包 它包得很扎实 因为 它的已经像千层酥 因为它一层一层的 水皮油皮都不一样 然后去炸 炸完之后啊 外皮是酥酥脆脆 层次很多 然后里面热热的 红豆或绿豆 这是他们以前 拜拜要用的 那酥脚啊 我在双细 早逝也有看得到 但是啊 每个妈妈 比例不一样 所以在干脚社区 我们会知道 它的点心就是酥脚 这个也是很好吃 好传统 我当时真的是 因为酥脚被吸引的 可是为什么要 办双细旅行 或者说为什么 要给大家看看 不一样的双细 我觉得第一个 我最大的动机 我那天记者问我 我才想一想 我觉得是因为 那些老阿嬷 他们其实 辛苦一辈子 我跟他聊一聊 说我们来旅行 好不好 你说很好 一个是交流 那我说奶奶 还可以赚点钱 他说钱不是重点 而是交流 他希望看到很多人 交流一下 他的生活跟故事 他们还会喝酒 他们会拿出 自己用中药烟的酒 当然是喝酒 不开车 那他们很开心就对 因为他们就是 很男子气概的女生 为什么 孩子要生很多 因为要生活 先生很早就过世了 所以他们要很坚毅的生活 他们有时候 要去采茶 外地采茶 再要去 有时候要劳动 有时候要做什么 都要做 那他们又会做菜 所以我才跟他们讨论说 我们来办一个旅行 让你们 被更多人看到 交流你们的美好的故事 生活的故事 走一走这个社区 去看看你们的生活状况 我觉得是 我很想做双溪的一个原因 所以双溪 如果我们秋天去 自己去也可以 当然因为行政 我办旅行 好像很快就 就额满了 但是我希望的是 以后社区跟社区之间 社区跟民宿之间 都可以连结 让大家来双溪 除了来走一走 你可以看到不一样的 美好的人情 事故 事务 好事务 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事情 那这是一个 推荐大家 但秋天 秋天的时候 因为芒草开了 所以我们去共聊 去福隆 走那个古道 都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住在台北 冬天 秋冬的时候 多往外走 其实很舒爽 是一个很好 很健康的一个生活 好 今天的节目 就进行到这里 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 酒吧讲堂 再见